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 我是尼亞斯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挑戰單排雙人模式的手槍流 沒錯 我們在本集呢 只能拿手槍 USP G18 M500 M1873 這幾種 雖然M1873不是手槍啦 是散彈槍 但是屬於副武器嘛 好 那我會拿補包 手榴袋還有平米鍋 但是主武器的部分通通不拿 為什麼會拍單排雙人 而不是單排的手槍吃雞呢 是因為我之前已經拍過M500的單排吃雞了 我就想說 原本是想說拍G18啦 可是後來想說 那乾脆我就直接拍單排雙人好了 對 那我們這場就是一個人打兩個人的隊伍 打到吃雞 然後我選擇跳的地方是 我山頂山腳下的老家 可是由於我太早跳了 所以 我不小心跳到了這個燈塔這邊 不過還好 就是 也不是說還好啊 因為落地連把手槍都沒有 只有一顆手榴彈 大家看 其他主武器我都不能撿 但是我會撿一些配件 撿這些配件幹嘛呢 雖然沒辦法撞到手槍上面 但是 我想要敵人 沒辦法撿到這些配件 對 沒錯 好 我們終於撿到一把手槍了 M500 還算不錯 初期 我不會選M1873的原因是因為 他打的距離只有近距離 中距離遠距離幾乎打不到 所以我就先選擇了這個 M500 那附近也沒有G18 我原本是想拿G18啦 可是落地就只拿到M500 那我就拿M500殺人 然後這附近剛剛有跳一個人 應該已經到燈塔這邊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欸 有看到了 欸 走了 好 他應該損了 80滴血左右 應該78滴血啦 好 他上去了 他這邊就 慢慢地走出來 往上面射擊 沒射到 再來 OK 還好 我的手速比較快一點 比他早開槍 而且傷害M500比較高啊 對阿 連射這樣 他比較快死 然後這邊呢 我就撿了一下包喔 撿皮擬鍋阿 二級包 G18 換G18這樣 阿 旁邊有油桶 而且上方還有人 所以我就想說 我先在這邊補血 等一下再下去 因為山坡上的房子還有人阿 好 OK 我們現在準備上山去抓那個 另外一個敵人了 因為我們剛剛在上來的過程中 山上有一個敵人把另外一個敵人殺死 地圖上有顯示喔 還有中間的畫面有顯示 所以我現在就準備先吃完香菇之後 上山 呃 抓這個老虎 沒有啦 開玩笑了 總之就是抓這個敵人 好 很可惜的是我剛剛把那個敵人殺掉 他好像也才看 看我一下下就離開 就跳Gamer 就不繼續看了 真的很可惜阿 我這一整場 基本上完全沒有人在看我玩 拿手槍欸 真的是 好 這邊有一個敵人 有沒有看到 在書櫃 櫃子旁邊阿 不是書櫃 衣櫃旁邊 我就丟手鈕把他趕出來 順便 補個擊發 好 他應該快死了 你看有沒有 他很努力的在跑 可是我只剩五發子彈 我想說直接衝過去 我不想讓他補血 因為讓他補血 我就死定了 因為我只有五發子彈 有沒有看到 他剛好在補血 我就五發把他收掉 撿包這樣 後來呢 我就繞繞繞 我繞到了我的老家 還有這邊 就是山腳下這邊 往B大街的部分 繞外圍的部分 我沒有去山頂 因為山頂太空曠了 手槍站 比較不利 我在這邊就拿到了很多東西阿 三級 防彈衣阿 然後補包阿 我現在補包已經拿八個 還是二級 二級的包啦 然後 頭盔我記得已經拿到三級頭盔了吧 對 二級頭盔 OK 那我這邊看到有一個香菇阿 吃完之後我就到這邊空頭看一下有什麼空頭 三級頭盔 SVD可惜我不能拿 因為我這場是要玩手槍吃雞打 好 目前只殺兩個人 還有三十個敵人 那我就在這邊來逼大街晃晃 然後走到這邊的時候 剛好聽到車子的發動聲 大家仔細聽一下 有沒有 左上的地圖有出現那個 車身的那個黃色紅色有沒有 然後我這邊聽到有消音器的聲音在山上 我就開始找 大家仔細聽 有沒有有沒有 就在前面 兩個 好 我就開始準備正面偷襲了 各位 就直接衝到他旁邊 他另外一個隊友還沒反應過來 好 趕快跑 那個隊友差不多要反應過來了 OK 有沒有 擋到了 還好 然後我把那個隊友已經打趴了 好 剩這個隊友了 這個敵人了 好 這邊跟他僵持一下 好 等他救 好 可惜沒有殺死 這個時候我就決定 好啦 那我乾脆換丟手頭彈好了 因為我這樣子跟他拖會拖很多子彈 我就兩邊丟 各丟一顆 好 防止他 好 結果他好像算錯距離 好 兩個人都被我炸死 包括在地上的人 然後我這邊就繼續撿包啦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撿 好 有一些 三級補償器啊 四倍劍我都給他撿起來 不能裝沒關係 我不要讓敵人拿到 有一些啦 然後補包呢 也拿到差不多15個了 好 然後這邊已經在縮圈了 結果我發現 欸 有無人偵察機 右前方的山上 跟右後方的山上 都有敵人 我這邊就稍微繞一下山下 先不要太積極的對戰 不要太積極的引戰 我覺得手槍流是這個樣子 比較偏向偷襲或者是 痾 近距離的擊殺 他比較不適合遠距離 因為手槍G18的部分 傷害真的很低 好 除非我是拿M500 可是M500裝的子彈就只有5發 不太夠 對 然後這邊走到這邊呢 我就被偷襲了 有沒有 我就趕快 趕快找掩體躲 然後繼續跑進圈 先跑進圈為主啊 好 後來我跑進圈了 看一下縮圈的點 是在山頂山腳下這邊 我在考慮我到底要先往哪裡走 然後我就標了一個點 就準備繼續走了 還有40幾秒要縮圈 但是我這邊就想說 我就先上山吧 雖然說這一條路都走過了 好 我終於走到這裡了 然後已經快進圈了 好 你們看喔 等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你們仔細看左上角的地圖 欸 前面也有人啦 兩個人 好 有沒有看到左上角的地圖 無人偵察機又來了 剛好這個圈的大小差不多 然後我想說 喔 完蛋了 我不能先 先太 太 太 就是 上 上山去 不然會被無人偵察機照到 已經有兩個敵人在前面 萬一又有第三 第四個我就完蛋了 手上流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被那個就是 呃 夾擊啊 對 雙重夾擊 會很衰啊 結果我剛好在這個地方 無人偵察機剛好照不到 好險 我在這邊就先等一下 無人偵察機結束我再出去 不然的話我被照到就死定了 因為山上一定有兩個敵人嘛 那萬一山下的敵人也出現 我就死定了 好 這邊無人偵察機準備離開了 我就想說 好 我這附近先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敵人 因為我等下跑圈要跑山上 我怕山下有人從我後面 就偷襲我殺我 後來就發現沒有 然後這邊這個很有趣喔 就是有人 在死前丟手榴彈 可是他死太快了 所以手榴彈沒有爆 OK 好 我這邊呢 就準備先進圈 順便看一下附近的敵人在哪裡 欸 左邊有一個 應該是兩個 因為他的隊友應該也在那附近 所以我就先暫時不去左邊 我先在右邊 看一下右邊有沒有敵人 好 他解決一個了 好 目前這邊山上跟山下 好像都沒有看到人 除了那個燈塔的部分啊 哇塞 我們開場跟結尾都在燈塔 縮圈啊 對啊 開場跳燈塔 結尾也跳燈塔 不是結尾跳燈塔 結尾是結束在燈塔 等一下你們自己看 好 這邊縮圈縮在燈塔偏山上 我就想說好 我繞山上好了 取個至高點 至少可以就是 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山上這邊 我剛剛已經經過了 搜過了 通常是不會有敵人啦 除非這個 小紅屋裡面還有躲一個人 躲很久啊 因為我沒有進去搜啦 我這邊就仔細看一下 左邊跟右邊山下有沒有敵人喔 目前還在觀察 喔 我有看到 那個燈塔那邊有兩個 目前有看到 可是太遠了 射他們的話傷害太低 應該是各位數字 所以我暫時先不射 我在開這觀察 我這邊看到 山下有一個拿G槍的 可能你們看不清楚啦 那時候有聽到消音器的聲音 應該是卡98k或AWM的消音器 好 那我還是想要先入圈啦 因為不先入圈等下會死定 畢竟我是凱莉加安德魯 那個防彈衣的那個技能 好 現在只剩四個敵人了 他應該把那個狙擊手 右邊的狙擊手殺掉了 好 我們這邊呢 就是稍微等一下 的縮圈 我還在看另外兩個敵人在哪裡 因為最後兩個敵人在那個燈塔上面嘛 另外兩個我不知道在哪裡 還在找 我很怕他在左下角或右下角的 三角下這樣 好 還在觀察 這時候就靜靜的觀察 拿手槍打呢千萬不能太衝 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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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人要上去了 好 他們打起來了 他們打起來了 有沒有 一個在 有沒有沒有 打起來了 打起來了 剩三個了 剩三個了 喔喔喔喔 敵隊一個趴了 我打左邊那個 可惜右邊那個跳下來在補血 我想說趕快殺 剛好殘血被我殺死了 然後 這邊這個 應該 應該快沒血了 趕快丟手榴彈 不要讓他下來 他下來我就死定了 因為他等一下縮圈 是我比較有力啊 結果他自己 就 剛好 前往我的手榴彈 然後 他就被我炸死了 單排雙人 手槍 只拿手槍吃雞了 各位 六殺 就是這樣 各位看到了27個隊伍 單排雙人啊 活了18分鐘啊 傷害沒有很高啊 一千多還是兩百多 我看不太清楚 好 總之就是這樣 我們單排雙人手槍吃雞啦 各位 單排呢 已經不夠力了 單排已經吃過了 所以我現在換單排雙人 以後再挑戰看看多人啊 好 那下部影片再見囉